没看错来发表最新款吹风机的 竟然是英国知名吸尘器业者 号称使用气流倍增技术 被认为有机会成为新一代民众到日本扫货的热门项目 有点类似无业电风扇的造型 吹起来比传统吹风机相对安静 但这款吹风机其实很贵 价格破万 会这么贵 提出的理由是 光工程师就花了四年时间7100万美元研发 测试用头发总长度长达1010英里 每次测试使用40个头发辫子 测试成本就要640寸头发 价值1200块美元 Dyson吹风机来势汹汹 首当其冲的就是以往以负离死功能闻名的 Panasonic吹风机 谁能成为赴日采买吹风机霸主 两款大PK 英国家电大厂新款吹风机 打出风量超高还有多种吹嘴 而日本最夯的吹风机 已经出到97型号 以特殊的肌肤模式闻名 不过英国吹风机 价格却硬是贵了一倍以上 它是那种就是叶片小那个吗 我好像有看到广告 对 会想要尝试吗 应该会吧 可是它1.5 那不会 我就会请朋友帮我带过97那一支 因为我是真的是 现场有看到说真的有差 去年以来日币贬值 根据大型百货统计 外国观光客扫日货 第一名就是电锅 第二名是Panasonic吹风机 第三名是电动牙刷 光靠吹风机就因为观光客扫货 增加四成业绩 还经常可见缺货状况 日本电器大厂的吹风机 更被外界称为旧日本经济和观光 如今英国家电 辖原本就吸金的吸尘器助攻 推吹风机分食市场大饼 还首度启用东方面孔 台湾女孩严慧杰作为代言人 但想再先吹风机热潮 价格不清明恐怕就先是一大挑战 谢谢许小贝夏军臣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